在老师的带领下 学生们来到青龙洪浩轩的草莓园 在采收之前 青龙洪浩轩先带着小朋友观察 也叮咛一些采草莓的技巧 藉由亲手采摘 也能连结课本知识与真实环境 好 因为学校是我们分研厢 那在彰化县 我们有申请食农教育的一个经费 那我们今天就带小朋友来体验柴草莓 那我们每年一度都会趁这个时候 跟我们的青龙合作 我们会带小朋友来做体验这样子 那因为也结合这个 我们有一个稻米的一个观察体验 对 那正好是水稻的 已经有过种下去了嘛 那我们就顺便跟小朋友 有请我们的洪浩轩 青龙来跟我们解释 现在的那个水稻的稻田里面 现在可以观察到什么样的动物植物 还有他刚刚有提到说 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应该在水田里面发现的 我发现到小朋友提到垃圾啊 对 所以我想说 至少在环保方面 小朋友能够进一步的认识这样子 有他们实地去看草莓 然后他会看草莓的一个生长 那现在因为是采收 所以小朋友可以看 它这个种子是属于高价的嘛 那小朋友有时候是在课本上学到 那现在实际来体验 实际来采草莓 然后看看草莓的生长环境 那顺便呢 因为这个现在已经是成熟了嘛 所以就顺便采收这样 我就有一种收获的一个喜悦的感觉 这样子 草莓原食材有机肥栽培 没有农药残留的问题 透过这一次的食农教育户外活动 让小朋友们体验实际采果的乐趣 进而加深了解食品安全 友善环境的重要性 引导他们珍惜食物 友善土地 我们农场就是基本上都是 无使用农药的 那我们的草莓啊 我们尽量是会用油漆肥啊 去把它做食物的生长 那最主要是我们跟温德国小 其实是算比较长年的 有在合作的 我们小他们的一二年级啊 都经常性的就是在每年的草莓季 都会来我们这边做一场他们的食农教育 有 有点像是他们学校一个专属的 就是我们 入学季的感觉 其实我们会主要先介绍 介绍一下我们农场 为什么可以做到无农药栽培这样 或是我们有时候 会根本做一下我们田边的巡礼 就是我们农场附近的像水稻田的部分啊 像我们陆边的杂草啊 也就做一些农场附近的介绍都有做 学校表示有机会让小朋友体验 而且从动手做的体验教育当中 学生们更有感觉 活动也结合水稻的观察 以及生态链的解说导览 相信小朋友在实际体验学习中一定非常有收获 记者陈寅志草团阵采访报道